现在该3月3号涨1公分 4月4号就变2公分 5月5号就变3公分 好了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正自证分就是一个后面 在 能够确认说 这个自证分 你到底现在3月3号要变1公分 那么4月4号要变2公分 你不要变成2.5公分 或者是 4月4号应该变2公分 结果你变1.5公分 到了5月5号要肿瘤变成3公分的时候 结果你只有 又涨2公分 或者是 应该是3公分就变5公分 对不对 所以那个自证分他要变那个向分的时候 后面有一个 更后面的一个政治证分 他去 确认说自证分 今天给我变一个短命报 变一个贫穷报 到底有没有如实回应 这个因果 或者是如实回应当时 所做的这个业 当然如果以这个 成为事论里面说 自证分跟政治证分 他都是不会错 永远不会错 因为他是限量 限量 如果我用自己的想法 就说 这个有点像读家说 良知良能 对不对 良知就是说 当我们 在造业的时候 他都知道很清楚 良能就是说 当我们该怎么变的时候 他全部 帮我们显现出 这些 千差万别的 无量 无边的果报 该变成 出生道 地狱道 或者是人道 或者是天道 享福 或者是该变成 极乐世界 那么这个自证分 跟政治证分 他们都是 不会有错的 但是 见分 就会有分别 或者是有限量 有比量 有非量 非量就是 认识错误了 那么 限量就是认识正确 那么 比量就是 经过思维推度 推理分析 那么 可是自证分 跟政治证分 它都是限量 限量都是 绝对不会有错的 绝对不会有错 所以 我就说好像说 这个良知良能 绝对不会认识说 就是良知 就是完全知道 你做了什么业 做了什么起心动念 这个自证分 他 就在后面 去 正见这个见分 他在认识 过程当中的一个现象 完全如实的 去 记录 那么政治证分 就是完全如实的 正知说 这个自证分 他在变起 见分向分的时候 你到底给我 变对了 还是变错了 像我刚刚说的 今天该 涨一公分 或者是 这个月要两公分 或者是我们 身体上面的变化 或者是该多活一天 该少活一天 对不对 这个自证分 他在 做这样一个 变现 见像恶分的时候 现在该痛苦 现在该开始痛 开始 开始生病 或者现在该开始 得福报 那么 这个自证分 变起的时候 政治证分 他是一个在 后面 的一个 确认 认知 这个 自证分 他是 完全没有错误的 所以说 如果依照 成为事论来说 诸事跟新王新所 都有一个 自证分 跟政治证分 换句话说 自证分 并不是 属于什么事 而是说 每一个新王 眼事 耳事 乃至阿拉耶事 都有见分 有相分 也有自证分 也有政治证分 包括贪心所 称心所 痴心所 或嫉妒 懈怠 我慢 每一个新的 这个见分 相分 后面都有自证分 比如说我们现在 起一念我慢 或起一念高姓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说 误达国师 起一念慢心 他一念觉得说 我今天当国师了 有这个 城乡宝座 那一念一动的时候 自证分 他就很清楚 自证分他很清楚 说 这个见分 他看到境界 他在我慢 在我慢 那么那个我慢 后面就有一个 自证分 知道这个我慢 还有一个政治证分 那么这个我慢 他会产生一个结果 产生一个结果就是 召感了他的果报 可是这个自证分 跟政治证分 都很清楚 所以说 诸事呢 都有自证分 跟政治证分 所以 包括 新王 新所 贪嗔 痴 慢 乙 每一个新所都有 那么但是因为 一般人对 自证分 他比较不了解 所以 就会 有一些 误解 像前几天 我收到一箱 人家寄来的 结缘 结缘的书 结缘的书 结缘书 它是写 《波勒三经》 还有《金光明经》 结缘的 他印的《波勒三经》就是 《心经》 《金刚经》 跟《文书波勒经》 另外一个是 《金光明经》 结缘的 然后结缘的书 旁边还有附一个单子 附一个单子 旁边写什么 直觉 还是什么东西 然后里面就写 写 写到后面 我就给他看 他在写什么 然后他写在后面就说 当我们的理念灵支的时候 这个就是智正分 就是义根 就是 能够自我做主 那么他就是把这个 第七世当作智正分 实际上第七世也有见分 也有像分 也有智正分 也有政治正分 眼世也有见分 也有像分 也有智正分 也有政治正分 像 我刚刚说的 陈回思论他说 每一个新王新所都有 智正分跟政治正分 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经 以前的 祖师是没有写的 但是现在的人 有些人就说 前六世是见分 然后 六成境界就是像分 或者是前七世是见分 然后第八世就是智正分 然后政治正分就是真如 也有人这样讲 那么也有人讲说 前六世就是见分 然后 那个六成就是像分 然后智正分就是第七世 第七世就是智正分 自以为自己有我 所以叫做智正分 他能够做主 然后自以为自己有我 所以他那个智 就是 当作自己 有自己 然后 政治正分又是另外一个 新 那么 可是如果是这样讲 智正分是限量 对不对 第七世是非量 对不对 第七世是非量 就是 随缘 值我 对不对 那么 就有我见我慢 我爱我吃 那么第七世是非量 可是如果依照 陈卫世论说 智正分他是限量 他是限量 所以就是说 有些人 对于 智正分认识 不是很清楚 所以说 就刚好看到那个单子里面 他就写 当我们修到没有妄念的时候 那个理念 清楚 然后又能够明白 就是能够做主 那个就是智正分 那个就是第七世 易根 智正分 智正分跟政治正分 因为是比较维系 那么他的作用 不明 那么 作用不明 就是说 比如说 见分 产生 对向分的分别以后 那么 依照 陈卫世论里面说 能量 所量 他有一个量果 量果就是说 就像 陈卫世论里面说 就像我们拿尺 去量一块布 这个尺量 布以后 一定会有一个结果 结果到底是多少 那么 那个结果就是 智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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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依照 陈卫世论里面说 智正分 就如同我们的智 智 那么 此是能量 见分就如同此 向分是所量 就如同布 那么量出来的结果 就在我们智慧里面 就在我们智慧里面 那么那个智慧 知道他的结果 就如同智正分 如同智正分 这个如果依照陈卫世论 也就讲到这样而已 因为讲的很少 所以大家对智正分 政治正分 就是 比较 不是很了解 所以自己猜测说 第七世就是智正分 或者是有人认为 前七世都是 建分 然后六成是向分 然后 第八是智正分 也有祖师方便说 那么 正智正分 就是真如 那么实际上 如果依照 陈卫世论说 四分 都是 都是生灭法 都是依他起性 建分 向分 智正分跟正智正分 为什么呢 因为有能知所知啊 对不对 智正分知道建分的时候 他有能知所知嘛 正智正分在知道 智正分的时候也有能知所知啊 那么 那么 实际上 智正分跟正智正分 实际上是什么样的 状况呢 当然如果依照 经论来说 就是说要 正德真如 才能够知道说 这个他的 依他起性到底是怎样 那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 以我们意识 所能够知道的 去推量 对不对 推量 比如说我刚刚说 用太空梭啊 太空中心啊 太空总署这样 然后 这样子来推量说 哦 他的当下 有智正分跟正智正分 那么实际上 智正分跟正智正分 他的限量境界 必须要是 圣人才能够知道 我们刚刚只是说 用我们思考推理 能及的 这个方式 来去 揣测说 智正分跟正智正分 他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 以我的想法就是说 因为在造业的时候呢 见分 对相分造业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贪心了 或者是我现在偷盗 或者是杀身了 在他的同时 智正分就是去了知他 清楚的说 做下什么东西 那么正智正分呢 以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说 当 智正分呢 他要变出这个短命报 贫穷报的时候 正智正分呢 很清楚的确认说 你没有变错 不然的话 你智正分乱变 对不对 今天 布施的人 结果呢 变贫穷 那么偷盗的人 变有钱 那么你智正分乱变 那么 正智正分就是 在后面 他很确认说 这个东西是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 所以有一个 正智正分 所以 实际上 不管 掩饰 耳饰 鼻饰 舌饰 乃是第八事 或者是贪心 撑心 每一个心的当下都有一个 智正分 跟正智正分 所以如果以为是来说 是比较 繁琐啦 也比较 维系啦 但是如果我们以现在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经验 也可以推知说 智正分跟正智正分 应该是 这种状况 的存在 不是一般人想说 智正分就是 就是第七事 或者是第八事 实际上 智正分不是哪一事 而是每一个事都有智正分 智正分变出 见分跟相分 所以贪心也有 智正分 就是说 当我们心里面有贪心所的时候 比如说 假如说我心有贪心 我今天看这个花瓶很漂亮 那么呢 我心里面就变出这个相分 这个是我要偷的对象 我很想要偷这个 如果 不是想偷的时候 我也很想买一个 那么 你很想要偷它 或者是很想要买的东西 是从哪里变出来 就是我们的贪 自己的变现 这一个 这一个 那么因为我们有这个贪种子 所以 由智正分 现起的时候 就变出现分跟相分 但是如果依照 陈伟师论来说 最重要能变的还是智正分 最重要是能变 还是智正分 智正分它能够变 见分跟相分 那么正智正分是它后面一个 一个能够觉知的一个作用 但是能变的 能够变 见向二分 让它显现的是智正分 所以在 陈伟师论讲 都是以智正分为主 就是说智正分 智正分 智诸 智转变 分别所分别 由这个智体 去转变 变出这个种种的现象 然后也变出这个能分别的心 那么当然 智正分在变的时候 后面还有 正智正分 那么这个就是 讲这个智分 因为刚好看到有人 一直讲说 这个智正分就是第七式 那么我们要知道说 他这个情形 或者是有人 就是讲说 所谓的见分就是前六式 掩饰的是彼仕舌是生死义事 不是这样 第六式也有智正分 掩饰也有智正分 掩饰也有正智正分 乃至掩饰也有真如 所以说 这个就是 讲这个是分 我们现在还是看179月第2行这里 所以说 谁有所念 境界现前 几亿智正分 起相分 我上次说 谁有所念就是 当我们有造业的时候 那么境界就会现前 境界现前随业历的时候 就会从智正分 去起相分 去起相分 之前讲过 比如说 当我们在第八式的智正分 去起相分的时候 肿瘤涨1公分2公分 那么在 浅移默化当中 我们的掩饰意识 还没有觉察到的时候 掩饰意识当中 就不知道有什么 1公分2公分 对不对 然后 当我们掩饰 或者是 在医院看到这个 X光片 或者是看到扫描以后 掩饰意识 才去认识到 他 那个时候 有掩饰的智正分 跟意识的智正分 就会显出 我们的肿瘤是几公分 或者是 肿瘤是什么样的形状 所以这个智正分 就会起相分 那么 固知有内心 及内心差别 即是有所缘相分 显示有能源渐分 因为有这个相 对不对 变出1公分2公分 后来我们发现 到这个相 就会起这个念 对不对 起这个念 然后就有内心的 种种差别 看到这个情形 就会恐惧 担心 害怕 睡不着觉 那么那些心念就很多 就产生了 那么再来说 相分如镜像 相分就如同镜子里面的 影像 见分如同镜光 镜子的这个光明 所以这个都是 顾敏为心之外相 飞为在心外 是心的一个 明显的相 所以叫做外相 并不是说 这个境界是在心外 也不是说 见分是在心外 而是说 因为他们呢 是心的一个 粗糙的 容易了解 看得到的 能够觉知的 所以叫做 心的外相 那么 字正分如同镜面 镜子的正面 正字正分如同镜子的背面 顾名为心之内相 所以叫做心的内相 非位在心内也 然后再来说 比如镜面镜背 以同为体 不管镜子的正面 镜子的背面 全部呢 通通是以这个同为体 别无字体 顾名为旺 为什么叫做旺呢 因为同就是同没有正面背面 对不对 你说我这个 字正分在前面 正字正分在后面 同没有前面后面 同就是同 所以前面后面 你觉知我 我觉知觉照你 那么那个都是 叫做旺 都是顾名叫做旺 如果对同来说 同就是一片 一块同而已 没有什么前面后面 上面下面 对不对 一块远远的同镜 哪一个是正面 哪一个是背面 哪一个是上面 哪一个是下面 没有分 但是呢 在分这个镜面镜背的时候 字正分 字正分 他们都叫做旺 都叫做旺 那么本觉真如呢 譬如镜同 顾名为真 那么真正的本觉真如 他就是用镜子的同 同这个资料呢 没有分前面后面 上面下面 里面外面 所以这个镜同就是真 再来说以真收望 如果从这个同的真来收射所有的望 那么若背若面 镜子的背面 镜子的正面 镜子的光明 或者镜子里面 显现的像 所以说若背若面若光若像 就是说 正字正分 字正分 见分相分 无非是同 全部就是同 所以以真收望 即生灭门是真如门 所以生灭的当体就是 真如 就是不生灭 比如说这个镜子啊 前面后面啊 里面外面看到这些像 那么实际上当体就没有这些像 生灭的像当体也不生灭 这个镜子一下照人一下照狗一下照云一下照天 那么这个也没有生灭 没有生灭 所以即生灭是真如门 然后如果说 一真起望 从真起望来说 则只此一面同 这一面同 由真 去产生虚妄的分别 就会分辨出 这是同的背面 镜子的正面 镜子的光明 镜子里面的影像 所以为背为面 为光为向 那么这个就是 即真如门 是生灭门 真如门当体 不离生灭门 不离生灭 那么 再来说 约向分别 如果约向来分别 则 同即 同背 同面 这个背面就是 同背 同面 要顿号 不然看成背面 就是说如果约向来说 同的 植料 以及 同镜的背面 同镜的正面 背就是 同背 面就是 同面 那么呢 这个都是属于体 所以叫做内向 意思就是说 真如 还有 字正分 正字正分 他们都是属于体 都是属于内 那么光之与向 就是见分 跟向分 都是属于用 所以叫做外向 那么 恶别四境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心有这些向 所以如果依照偶遇大师来说 跟地藏菩萨开示说 我们心有心内向 有心外向 所以心有这么多 这么多 有巴士 有 新王 新索 然后又有 是分 见分 向分 自正分 政治正分 然后最后他的姓就是真如 当然真如 当然真如是真相 对不对 那么呢 自正分跟 政治正分 他是内在的望向 内在的望向 看不到 我们不能觉察 那么呢 见分跟向分是外在的望 外在的望 见分跟向分 所以如果 以我们来说 我们现在就属于见分跟向分而已 我们都还是存在见分跟向分 如果再严格一点的话 我们现在其实也不在见分里面 都在六层圆影的这个妄想 当中 妄想当中 如果依照偶遇大师的标准的话 我们现在连见分都还没有找到 见分都还没有找到 见分就就像偶遇大师他在注解任言经里面说 这个波斯利王三岁看和 跟六十二岁看和 那个见都是一样 那么那个见不会随三岁 五岁 十岁 六十岁 而改变 那么六十二岁不变 当然下辈子也不变了 所以波斯利王很高兴 想说 变的是身体而已 那么我这个见不变 见性不变 三岁就是这样 六十二岁也是这样 那下辈子死了 还是这样 这个见分就是这样 那么如果依偶遇大师的标准 我们现在看的都还没有到见分 我们还不知道说那个三岁的 见 跟六十二岁见 跟下辈子的见 跟极乐世界的见 哪里找出一个平等的见 清净的这个见出来 我们找不到 我会觉得说 三十岁就是这样 我六十二岁又把这看不见 或者是说到了极乐世界 我们又可以看见十方世界 那个见不一样 对不对 好像有大有小 有清 有不清 然后呢 有远有近 对不对 就像阿难尊者 跟释迦摩尼佛说 佛陀啊 你到我到那个 道立天 到那个须弥山的时候 可以看见四天下 可是呢 你说见一样 可是为什么 我到讲堂里面 只有看到房子里面 看不到外面 在外面的时候 就看得很远 这样见哪有一样 对不对 见哪有一样 那么如果佛就说 你看到的是圆影像 六层圆影像 那个就是 虔诚 虚妄 像像 那个是影像 还是影像 所以如果依照偶弥大师说 我们还是看到像分而已 见分那个 没有内 没有外 没有远 没有近 没有大 没有小 三岁看跟六十二岁看一样 跟极烈世界看一样 在地狱看还是一样 那个见 我们是 还不知道 那我们都在像 像里面就是说 到这个讲堂里面 就只有看到窗户桌子椅子 如果在外面还可以看到 街灯 马路 红绿灯 对不对 如果站到山上 就可以看得很远 如果你去爬那个 柴山寿山 就可以看到高雄 又可以看到海 那剑好像不一样 对不对 如果在家里就可以看到房间而已 我们会觉得说 不一样 然后呢 眼镜拿下来又不一样 眼镜戴上去 就清楚 拿下来就不清楚 那么 这个呢 都还是属于像 都是属于像 所以我们虽然有这四分 但是这个心像我们只有认识 一分而已 一分就是那个像分而已 如果依照偶遇大师的标准 那个心像有见分 有像分 有自证分 有政治证分 那我们现在 我们到底了解到哪里了 就是那个像 像分 新的那个像 新的像就是随我们自己的妄念 然后觉得我今天高兴 我今天悲伤 其实都是都是像 而已 比如说你今天觉得说 我早上起来 幽生悲伤 我不要 中頭 伸当 夜市 上班上 帮到夜方 那么那个都是一个像 而已 对不对 我今天高一下 高兴一下 不高兴 那个都是像 那不是我们的心 见分 他没有 这些 没有这些 所以 虽然说有见分 相分 自证分 跟政治证分 如果依照偶遇大师的标准 我们都在像而已 所以把那个六成的资料讯息 当作我们的心 佛就说这不是你的心 今天你高兴快乐 优手 或者是觉得你今天有什么期待 有什么希望 或者什么痛苦 那个都不是我们的心 那个都是成 成静 都是像 然后把那个假象当作我们的真心 所以佛说我们众生不了解 佛性 佛性就是我们现在的心 跟佛的心一样 跟地狱的心一样 跟那个往生极的世界的心一样 生病的心跟没有生病的心都是一样 现在高兴跟忧伤的心都是一样 那么呢 可是我们呢 都是认这个像当作心 所以虽然说有四分 但是我们还是 把这个像当作心 严格来说 就是那个见 或者是说那个见分 还不能够知道 所以 偶遇大师他在注解论眼睛的时候 见分就这样不可思议 何况自正分 正自正分 何况真如呢 那么如果依菩萨来说 当然就一层一层的更加的维系 更加的仔细 可是我们 凡复的就是只有落在像里面去分别 都是在像里面去分别 然后把像分别以后产生的这些资料 这些结果 认同他当作是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我心很高兴 我心很不愉快 就把那些东西当作心 那么这个就是说 讲心的像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心有 像分 见分 自正分 正自正分 还有一个真如像 就是实性 就是真像 真像 所以地藏菩萨说 我们心就有这些像 这些都在我们的心中 都在我们心中 再来 人三会事 出之会外归内 二就外相会里 会外归内 就是把外相归于内心 那么这一段就先讲 会外归内 这个经说 如是当之 内妄相者 内妄相就是 自正分跟政治正分 为因为体 外妄相者 为果为用 外妄相就是 见分跟相分 也是妄 那么内在的自正分 跟政治正分 也是妄 为什么也是妄 它是生灭法 叉那叉那的生灭 自正分虽然认识 都是没有错的 是没有错 可是它是生灭 它也是受熏悉而产生 它也是因缘所生法 例如说自正分虽然说 它可以把这个见分 去认知相分的时候 它把见分认知相分的这个状况 一清二楚的明白 可是自正分它本身也是生灭法 生灭法 就是说它的作用是限量没有错 可是它也是生灭法 为什么呢 它也是因缘所生 它是受熏悉 对不对 受熏悉 熏悉以后 有自正分的种子 在阿拉耶士里面 等到因缘成熟 这个自正分种子 其现形了 变出贫穷苦楚报 或者变出素养短命报的时候 叉那灭 自正分就灭了 自就灭了 所以它也是生灭法 那么正自正分也是一样 它还是生灭法 所以叫做旺 那么为什么叫为因呢 就是因为 有自正分 所以才会变出见相二分 所以自正分它是增上缘 对不对 这个自正分 它会变出见分跟相分 所以叫做为因 那么为体就是说 因为它是属于内 再来呢 外望向者为果为用 就是见分相分 就是果 它也是作用 作用 果报 假如说我们今天 突然生病了 或者是贫穷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果 由自正分变出这个果 那么为用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呢 今天呢 贫穷了 然后呢 就会反省 反省说我们是不是 过去都是奸贪 没有布施 或者是我们生病了 就想说我们过去生 是不是喜欢伤害众生 那该怎么办呢 应该是要忏悔啊 要改布施啊 要发心啊 那么呢 这样呢 它也可以有产生作用出来 见分相分 在外呢 它就有作用 对不对 有作用 见分 你可以去分别说 这样子应该要做什么 相分呢 你可以知道说 这个境界是什么 那么呢 这样子以后呢 由见分相分呢 会有作用 所以就为果为用 所以内妄相为因为体 外妄相为果为用 依如此等异 事故我说 一切诸法 心明为心 所以一切诸法通通是心啊 见分相分也是心 自正分 政治正分也是心 都是心的作用 所以呢 这个就体 跟它的作用 体用 所以说一切都是心明为心 那么注解说 因果体用 统为一心 心外无法 我们自心当中的因也是心 国也是心 体也是心 用也是心 全部都是一心 心外无法 所以呢 都是一切为心造 不是谁变给我们的 如果其他不了解的 或者是外道 或者其他的宗教 就会觉得说 这是谁变给我们的 对不对 都是我们自己变的 对不对 自己变 自己变呢 就因缘嘛 对不对 因缘 我今天开车 我在想说 如果我开车 去撞到一棵树 然后撞死了 如果我开车 假如说 如果我开车 去撞树 撞死了 然后呢 当我还没有来到 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棵树 每天都在长大 长大 长大 是谁让它长大 长大在那边等我 长得够大 撞了会死 如果够小 撞了会断 对不对 那个树长不大 就撞下去 树断掉而已 对不对 那么如果这个树长得够大 撞下去会死人的 对不对 然后每天在那边 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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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谁长大 为了我长大 从我一天去撞它 对不对 那是谁让它长大 对不对 我又在想说 极乐世界联合 一天一天 长大 长大 为谁长大 所以说 那棵树 还没有撞的时候 就在慢慢长大 长大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想法 大家都 我有相信 有意思就对了 那棵树 比如说那棵树 如果是三十年前种的话 三十年前如果十几岁 它那个树种下去 假如说今天撞死了 然后三十年前 就开始每天涨涨涨 又下雨 有时候台风又吹不倒 经过很多的裁风 千锤百炼 就是不倒 然后等我去撞它 对不对 那那棵树又不倒 然后又长大 又没有被砍掉 是在等谁 等谁 等我去撞它 假如说我有去撞它 那么那个时候 它就是为了我而存在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事情 我们想一想 这也是蛮合理的 为我存在的 没有为别人 可是如果我们想想说 极乐世界的话越来越大 我们就想想说 那有可能 就觉得说 不可能 但是呢 如果我们再想一想说 当我们还没有去投胎的时候 妈妈的肚子也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对不对 那么为谁大 为我们大啊 如果妈妈的肚子越来越大 你又没有去喂它 妈妈的肚子越来越大 然后呢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有一天死了就刚好 隔天就去 去隔壁家 去哪里去 哪一个村庄就生出来了 对不对 很多因果故事就这样 对不对 有的是呢 谁做嫡子的 那母猪也越来越大 对不对 母猪也越来越大 母狗也越来越大 然后呢 为谁大 也是我们自己 自己的啊 所以这里说一切呢 因果体用都是为心啊 不是谁帮我们辨 如果不了解的人说啊 是其他人创造 或者是上天的安排 或者是 如何如何 实际上如果以为是说 这都是 因也好国也好 体也好用也好 通通是自心啊 所以那棵树呢 为我长大 极乐世界的花也为你长大 为什么不信呢 那棵树会长大 我们就相信 说如果万一被我撞到 就会死人了 那那个极乐世界的莲花 为我们长大 如果你每天在念佛 听经用功 每天在回向发愿 那么莲花为你长大 越来越大 也是合理的啦 也是合理的 只是你现在还没看到 对不对 如果那棵树我还没撞到 我还没有发现到 如果被我撞到 就发现到说 哦 原来这棵树 如果万一都没死 都没死就不知道了 如果都没死 咋回来就知道 哦原来 这棵树也是为我生的 对不对 还好没弄死 没弄死才知道 这棵树再去思维 说哦原来这棵树是为我长 对不对 没台没仅呢 好好这样发就好 够发一棵 够发一棵再甲断去 对不对 所以那个都是有缘起 那么缘起呢 不管体用因果 通通是为心 所以心外无法 极显此心无外之相 此心无外 所谓为相大 相大 所以这个就像 五重为事里面说 色莫归本 见分啊 相分啊 说起来都是自正分啊 都是自正分 所以自正分是体啊 是因啊 相分呢 跟见分它是用啊 它是果啊 所以我们五重为事 有一个叫色莫归本 色莫归本官 色莫归本官就是 色见分相分 都是归于自正分 当然归于自正分就是归于心啊 所以我们的境界呢 依照经典里面说 所缘为事所现 我们今天遇到的任何境界都是为事所现 由我们自心所辨造 这个先会外归内 第一个呢 会外归内 也可以说色莫归本 把这个见相的外相 归于内相 就是自正分跟政治正分 再来 奎二就外相会礼 就外相呢 来会归于礼体 外相我们前面讲过了 见分跟相分 都是外相 外相就是说 我们现在能觉知的心 跟所觉知的境界 相分 以及能觉知的见分 那么实际上 他们会归于礼体 刚才还不是会礼体 刚才只是会一个心体而已 会内在的一个心体 现在是会归礼体 礼就是真如 这个会归于真如 刚才就是把见分相分 会归于这个心体而已 心体的自正分跟政治正分 由自正分跟政治正分 他们呢 至于所变现 然后这里就会礼的话 就会到真如礼 会到真如礼 如果用这个来说 刚才会的话 就会到依他起性而已 就是说 从见分相分 会到他的依他起 从哪里起呢 就从自正分跟政治正分 那么如果这里就外相会礼的话 就会到原诚实性去了 会到真如礼去了 那么真如礼的话 就会有三种 第一个呢 初会性体 二会性量 三会性聚 就是说 我们这个心体啊 的这个真如礼啊 他有性体 众生心啊 有性体 性量 性聚 最前面的时候有讲 那么 今初就先会性体 性体是讲 坚固不动 不生不灭 这个角度 那么今初 就先会性体的 不生不灭 说 又父当之心外相者 要知道说 我们呢 心的这个外相 外相就是 不是在心之外 是使说 心呢 显现出来 在外容易觉知的 这个相 就是指见分跟相分 我们这个心外相 什么叫心外相呢 比如说 我们现在在听人家讲话 能听的 心 跟所听的 音声 或者是你现在在吃饭 能吃的 这个 舌室 身室 所吃的东西 那么呢 这个都是属于心外相 能见 跟所见 如梦 所见 种种境界 为心 想做 无时 外事 这个是 比喻啦 比喻说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 能知的心 跟所知的境界 就如同梦中 所见的境界 在梦里面 我们在梦里也会吃啊 在梦里面还会睡 梦中还会再睡 有时候睡醒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睡觉 睡睡 以为睡醒了 其实还在梦中 不晓得没有 做 这种叫做 梦中 这种叫做梦的